喂喂喂 这是听得到声音吗 我把麦关掉了 然后讲了半天 现在有电子杂音吗 今天是这样 今天是通过金庸群侠传这个游戏 谈一谈金庸 还有谈一谈从 大概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现在 我国国内 可以说是文艺界吧 或者说是精神意识形态的一些价值观的一些变化 或者是一些对撞 主要是想讲这个 游戏什么的是一个 是串起整件事情的一个主线 因为这个我自己本人呢 在成长过程中 觉得我的三观受金庸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然后呢像我这样的人呢 其实很多不止我一个 喂我声音大小合适吗 声音大小合适吗 看一下私讯啊 我看一下 红换直播间一会儿会去 它会比较晚开始 我这边讲的差不多了 因为我这个我要讲很多期 我要讲很多期 我讲完了 我这边会先先停 然后下一期 然后到红换那边去 那这个电子杂音可能就是电脑 电脑干涉了 昨天昨天也还好 昨天还好 今天怎么会比昨天更严重呢 有哪位有经验的人可以跟我讲一下 有什么东西可以调的吗 复杂电磁环境 又是复杂电磁环境 昨天还好的 今天开个会议呀 试试看 腾讯会议 开个会议 然后声音从腾讯会议里面走是吧 我现在应该是用了会议的声音 现在电磁音好了一点吗 我现在开了腾讯会议 现在电磁音有没有好一些 还有啊 还有那估计可能是电脑的问题了哦 这复杂电磁环境 给你一下会议号 我没有研究这个会议号 啊我找到了 我给你会议号 短信发给你 会议号短信发给你了 你看一下 昨天还好的 怎么今天又复杂电磁环境了 我这确实没搞明白 啊这下尴尬了 电源线和主板生卡走得比较近 应该是应该是有这个可能 应该是有这个可能 我看一下啊 电源线和主板生卡走得比较近 昨天还没问题呢 今天就 我再看看是不是旁边的一些什么 什么什么电器要拿开一点 或许也有干扰 对那个线 现在呢 有没有好一点 会议号无效啊 应该没错吧 会议详情 会议号 没错呀 我复制了一下 它中间有三个杠 是不是那个三个数字中间的杠没有 所以就无效 我耳机没有任何电影 我自己的耳机没有任何杂音 我的耳机没有任何的杂音 我是 我是直接复制过来了 会议号我已经直接复制给你了 权限啊 权限 权限我只看到 这个我没怎么用过 怎么给权限啊 隐藏非视频参与者 管理成员 设为联席主持人 设为联席主持人 我先把 什么还要付费 设为主持人 设为主持人 不用付费 主持人给你了 实在不行 我就先 实在不行 我就先啊 先录一期 然后后期找人后期配音 后期配音 主持人已经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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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边看是正常了 是吧 那我现在声音正常了吗 我现在声音正常了吗 如果正常的话 我们就正常的话 我们就开始好吧 好像已经耽误不少时间了 如果正常的话 手机端电流音很大 行吧 那有正常录像就好 那我们今天先开始 好吧 就是因为是这样 今天过一会儿 红换也会来 所以在他来之前的话 我这边会做这个系列的第一期 然后他来了以后呢 我们会中断 然后我到他那边去打酱油去 然后我们抽时间的去做第二期 这个呢 金庸情侠战这个游戏呢 就是 是作为灿连起整个系列的一个 一个线索啊 因为金庸这个人在我看来呢 现在金庸这个人在我看来 现在很多人低估了 这个人对近代 近代我们整个文化思想领域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就是把这个事情来讲一讲 那么出于这一点呢 我们先得简单的把金庸的一些事情过一下 那非常非常简单的 就是我们直接看百科啊 我直播是切到了百科吧 我们直接简单看一下百科啊 首先就是我一直遵循一个观点 就是说我们看一个任何一个人的言论 对吧 如果要准确的去评价一个人啊 他这个言论想表达什么意思 必须把这个人的生平啊 和他所处的时代环境联系起来看啊 我再插嘴说一句啊 这种这种处理方法 其实就是ISO9000的过程方法啊 那个到讲制造业的时候会具体说啊 就是他一定不是把一个元素 作为一个孤立的元素单独拎出来 而是把它放到他相应的环境和时代背景 去通盘考虑来进行评价 这种思维方式呢 跟我们现代教育在学校里面受到的 这种Y等于AX加B的这种教学方式 是完全相反的 就是我在节度时那边的节目 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就是我感觉现代年轻人啊 刚迈入社会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学校里面养成了一种思维定式 就比如说学校里面教物理啊 教物理 他就灌输了这样一种思维 就一定要假设一个没有摩擦力的环境 对吧 我们再去谈牛顿力学啊 然后这种思维呢 就导致很多人进入社会以后 他理解不了 这个社会上很多的事情啊 不是Y等于AX加B啊 不是AB两个是常数 然后通过稳定的X就一定能得到稳定的Y 就是现实社会不是这个样子的 现实社会很多事情是非常复杂的 多元多次方程组啊 然后 然后这种问题呢 破解这种思维的一个方法 就是ISO9000里面提倡的啊 一种叫做过程方法啊 大家有空可以自己提前去看 我以后还会讲 那么在这一点上 我们体现在判断有些人啊 有些人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我们也需要用这种方法 把这个人的言行和他所处在的这个年代啊 和当时的这个环境啊 这个舆论环境下综合去考虑 但是现在我们往往呢 在网上舆论呢 就是不是这样做的 都是大家都是一上头 看到两句话啊 就是断章取义吧 断章取义 你截取当中一断 就开始啪啦啪啦啪啦 开始批评 或者是赞美或者是怎么样 那这种态度 我觉得吃瓜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稍微严肃一点的讨论问题 我觉得这样可能不太好 所以借这个机会呢 我把这个就是说看待问题 或者是学习观察和学习这个世界的这个方法 我顺带也是通过这个机会 和给大家交流一下 大家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呢 也可以提出来 我们就是说做更深刻的交流 那么金庸这个人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搞清楚 他是1924年生人 也就是说在他少年时代 十多岁的时候 正好是19三几年啊 那时候正好是 他是亲眼 他在青少年时间 他是亲眼见过日寇清华的 然后你随便去翻翻他的履历呢 可以看到这样几个 我们来翻一翻 翻他的履历 你可以看到这样几个东西 什么时候读小学啊 什么这个三八年 日军打到他家乡 对吧 然后他开始 开始跟着学校迁徙 那这三八年 他就十四五岁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人的一些习惯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啊 有几句几句古话 我们可以讲一讲 第一句话叫做 听其言观其行 对吧 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 叫做三岁看大啊 七岁看老啊 你看我们看看金庸在少年时代啊 他这本人在少年时代 他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显著的特征 你看他在三九年的时候啊 也就是在他十五六岁的时候啊 他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 他就和同学合编了一本指导 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啊 初中三年级教小学生怎么升初中啊 说明他这个人有个性格是什么呢 就是啊 这点我的性格是受了他很大的影响啊 就简单来说就是讲师啊 喜欢不到啊 喜欢给别人做指导啊 这个就很多事情 你可以从这个人的一个言行 可以看出来 他大概是怎样一个人 41年就17岁的时候 他就敢去啊 讽刺教导主任 这个教导主任大概啊 是跟汪主席那一派是比较比较接近的 说明了金庸在年轻的时候 他是个爱国者啊 他因为这个事情还被开除了啊 校长校长同情他 介绍他转学去了渠州啊 然后最后在渠州的中学毕业 这是他青少年时代的人生 那么我们简单可以知道呢 在青少年时间 时间段的时候 金庸先生呢 他是一个爱国者 这点这点没有太大的一个 没有一个太大的问题 对吧 我相信这种感觉在好多年轻人都有既视感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就是我我为什么英文不好呢 就是因为我当时中学的那个英文老师呢 初中英文老师管得特别严 然后高中那个英文老师呢 特别的不讲道理 我在班上属于学习成绩比较好的 然后我每次都会预习 然后我有一次生病 我正好是没有预习 他就正好点到我 然后拿这个事情来批评我 就是说我怎么样 我特别不服气 我当场我就把这个英文书给撕了 直接甩他脸上 就直接翘课就出去了 我说老子这辈子不上你的英文课 我也照样上大学 然后随后我为了这句话 赌上了我 我人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我属于我个人属于比金庸先生 要脾气要抱得多的这种 但可能也是因为这方面 很多相识跟我从初一初二开始 就开始看他的书 有点关系 我受他三观影响蛮重的 然后我们接着看 我们接着看金庸先生 大致的人生是怎样的 就接下来呢 他是后来呢 他在看战胜利的时候 回到家乡 对吧 然后他就开始当记者 注意注意注意记者 关键要素察觉 对吧 就是现在某个行业 对吧 某个行业 对吧 典型的职业 这个用不着 太那个啥了 已经可以有点联想了 然后你看 他是写大公报 大公报 我印象没有错的话 他应该是当时上海的一份民营的报纸 他背后是民间 民间 就是民间的资本主义 他的立场呢 虽然是资产阶级的 但是还是偏爱国立场 而且有点同意我党 好像大公报还因为这个事情 被那个那个藏凯生啊杀杀了他们的人的 就是说总体上这个报纸是比较比较爱国的 虽然他有那个资产阶级的这个局限性啊 他不是那种无产阶级的这个方向的 但是整体上他也是比较偏正面的这样一份报纸 然后呢 我们注意啊 关键时间点来了 48年啊 48年他他开始第一份工作啊 他就没有在大陆 他直接在香港上的是上的是第一份班啊 然后50年啊 他他的整个职场的早年生涯啊 全部是在香港大公报开始 然后随后呢 55年他干了他改变人生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呢 金庸先生干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 他开始写他的第一本武侠小说 就是叫做 苏剑恩仇录 苏剑恩仇录 我们在游戏里面会展开游戏的剧情来讲啊 我们现在先知道一下大致时间节点就好 然后呢 56年他开始写他的第二本避雪剑啊 我当时记得很清楚就是 金庸先生他的成名作不是这两部 他这两部写出来的时候 其实反响是比较一般的 你现在回过头去看呢 这两本书啊 也是确实是比较一般的 也好理解 不可能啊 很少就上来就写得很好 他是逐步好的啊 然后金庸先生写的第一部的那个成名作呢 其实是射雕英雄传啊 射雕英雄传 我记得应该是5859年左右写的吧 我们看一下啊 57年到59年啊 跟我印象中差不多 他写的第一部成名作是射雕英雄传啊 这部也有很鲜明的时代特色啊 我们后面在玩游戏的时候再会讲 然后后面比较重要的就来了啊 金庸先生呢 我昨天简单聊的时候讲了讲了讲 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他后来的一个身份是什么啊 武侠小说太陡啊 报业巨子其实不是的 你现在真的要按照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时代的那个特点来讲他的话 他其实属于什么呢 他属于典型的见证人知道吗 他属于非互联网时代 就是以报纸为传统沟通媒介的啊 那一代的这个经典的见证人啊 我们可以看到他去办明报的时候 他在办明报的时候 他其实是这样的 他去办明报 想推广他的政治观点 但是他的明报的这个销售量啊 非常非常的差 然后他没办法 他开始在明报上去连载那个神雕侠侣 神雕侠侣看过都知道啊 他是那个叫做射雕英雄传的续集 对吧 射雕英雄传的续集 他靠武侠小说啊 来拉他的报纸的那个销售量 其实他本次他是想做一个见证人 这一点我就不得不想说 就非常像我们抵抗直播间的某位大佬 对吧 我没有讥讽他的意思啊 他们的立场完全不一样 但是他们做当见证人的这个模式 是有点像的 就是一个一个借啊 一个借写武侠小说啊 来搞见证 另外一个借借二次元皮套来搞见证 对吧 我这个我没有对他不尊敬的意思啊 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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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啊 开开玩笑来讲 讲一下这个事情就非常像 非常非常像啊 不是笑文 不是笑文 我们抵抗直播间的大佬啊 自好自好我忧郁症的人之意啊 然后呢 我简单讲一下金庸先生的那个那个 生平 然后他再到72年左右的时候呢 72年左右的时候他就封闭 他就封闭 他就退出退出那个武侠武侠谈了啊 这里我要给大家补充一点 就是说金庸的小说呢 分N个版本 分N个版本 他分报纸连载版 包括当时他还没有 他当时的金庸小说火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他自己授权的啊 正式出版的核定本还没有出 报纸上出一期啊 就有人手抄一期 就手抄给他这个书 这样定下来 就是民间手抄这样传阅 就是我跟我跟那个谁啊 光那个我跟那个杰肚使啊 还有其他人聊这个问题的时候 聊聊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现代人很多人低估了金庸啊 对我我们华人 注意啊 不是中国人啊 是对华人的意识形态 对华人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程度 因为为什么 好多人在催莫言莫言啊 莫言拿了个炸药奖 怎么对我们文艺界 对思想界的影响大 但在我看来 莫言的影响远远没有金庸大 因为金庸当年的影响 号称是有华人的地方就金庸 根据我我年轻的时候 我在80年代 我我我董事的时候啊 我的观察 平均80年代的学生里面 每两到三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人有金庸的手抄本 这个当时在学校是禁书 老师不准看 家长也不准看 至于为什么是禁书 我后面会讲 但是当时社会的流行情况呢 就是每两到三个人啊 每两到三个人就有金庸的小说 对就是那句话 你去问随便问一下 基本上没有多少人看 莫言的小说 但是肯定有相当多的人 看过金庸的小说 呃我的年龄 你们就不要探查了 反正反正我的声音 比较有欺骗性就对了啊 然后呢 金庸他当时啊 他当时他对很多价值观 他的三观 他的婚恋观 非常非常深刻的影响了 华人的两代到三代人 这就是我为什么想借这个 金庸群侠传这个游戏啊 来讲金庸啊 来讲我们当时的一个文化意识形态的一个变化的一个问题的点 他是个当时非常典型的一个文化符号 啊 我刚才已经讲差了 就我回过头去讲 就金庸他自己的小说 分N多版 据我所知 据我所知 他就有报纸连载版 就是初始版 他自己修订的第一版 现在坊间叫做三连版 然后他有就是三连出版社 然后有三连出版社的第二版啊 第二版大概是在90年在重写的 他重写了好多次 然后我自己 我自己看过的 我自己看过的比较多的是三连的第一版和第二版 我也看过 我也看过从我的堂兄年纪非常大的堂兄那里 看过在杂志上转抄报纸连载的连载版 但是我没有看全 然后金庸在2000年以后 他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 大概是想为自己做一个盖棺定论 他做了最后一版的修订版 那最后一版的修订版的金庸的 据说改版很大 我没有看过 我必须得承认 我没有看过 所以你现在拿最新版的金庸的改的这个东西来 可我现在记忆力的金庸小说 对可能有很多对不上来的 因为我听说了 我听说了金庸的最后一版改动非常大 改了很多人的结局和命运或者啥的 这个我已经我没看过 我也没有办法去探查他晚年的一个思想的转变了 我是从新闻上面去反推的 就首先介绍一下这个简单的情况 就是他的他的作品改了非常多的版 这从侧面可以说明一个什么原因呢 说明他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其实他自己的政治观点也是有所变化的 就是我们现在往往看一个人的时候 往往带有这样一种思维定势 认为这个人生下来 他就是这个阶级的 他的政治观点 他的看法就是这样的 其实不是一个人他会他一个人会会会变化很多 很多的对 我也听说了 就他改到最后一版 他让王语言跟表哥了 但是最早的那个版本的话 王语言是跟段一遇到 这个是非常大的改动 你等于把那个男主最后的婚恋都改掉了 你说到表哥这个事情我要讲一下 就是早年的话 这个后面被人家喷了很多的 你们看一下金庸的表哥是谁啊 徐志摩 就是著名的灰灰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的和陆小曼搞那种恩恩爱爱的这种渣男 然后当时的这种所谓追求自由恋爱的这种婚恋观 深刻的影响了恩代人 也影响了金庸 金庸是一边嫌弃他 一边又在小说里编排他 你仔细去看金庸小说里面表哥没有一个好人 金庸的小说里面 但凡是表哥不管他叫啥 没有一个好人啊 都是那种什么渣男或者是海王或者是这种大猪蹄子这样子的啊 然后我们既然讲到徐志摩啊 我们就简单讲一下徐志摩 徐志摩最后呢 陆小曼 陆小曼啊 按照现在来讲 你可以讲他是始祖级的小仙女 我这样讲你就懂了啊 但是当年呢 这个自由恋爱呢 是时髦是属于先进的 封建包办婚姻 门当户队啊 属于是落后的啊 我们必须的明白那个时代特色 所以你就知道了啊 这种自由恋爱的这种婚恋价值观 如果从徐志摩和陆小曼开始算 影响到现在有一百年了啊 朋友们 我们传统的婚恋价值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想想我们传统小说里面写那种什么 什么阴阴啊 什么红娘啊 什么张生啊 这样的 对不对 就是说 从那个 就是说一个什么穷书生 对吧 然后跟一个什么大户人家的小姐 然后什么失定终身 然后什么进京赶考赶考 然后中了状元 然后回来美满啊 就是这个是我们传统小说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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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套路 然后这个套路呢 你要去看谁的批评 你要去看《红楼梦》里面 贾母的点评 非常非常的辛辣 贾母就把这种情况就是骂得很凶的 他说你们仔细去看看 这种一定是穷酸文人编排出来的歪歪小说啊 这不是他的原话 这是我的转述啊 《红楼梦》里面的贾母就是这么骂的 就说你但凡大户人家你去看 用哪个家大户人家的女儿 或者是儿子这样结婚的 不可能的事情 贾母就直接这样骂的 他说这一定是穷酸人 穷酸书生 妄图妄图 以婚姻直接改变自己的社会阶级地位 想出来的歪歪小说 精辟吧 所以说 所以说为什么《红楼梦》经典啊 然后但是啊 但是贾母啊 反对的这种婚礼观 在徐志摩那个年代啊 是先进的 是自由的 是代表当时时代风潮的 我同时插播一条 插播一条 世界当时上审美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当年念书的时候 我的美术啊 我的我不记得了是小学还是初中啊 美术教科书上啊 讲了这样一个后现代的艺术产品 叫做拳啊 它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把一个男性小便的小便器 倒过来钉在一个木板上 作为一个雕塑产品送展啊 称作一个伟大的 有划时代意义的雕塑产品 叫做拳 我不知道现在的 年轻人的那个美术教科书上 还有没有这个经典的案例啊 我说这个案例想说明什么呢 就是在当时那个号称 号称自由恋爱的那个年代啊 当时那个主流的审美是这样的啊 变不变态 疯不疯狂 我先不评论啊 我先保留意见 如果还有的话啊 我们我们要我们要啊 留意一下这个事情啊 为什么我们的整个婚恋观 整个这个东西会变成这样 然后啊 我们已经岔开话题很远了 我们先把金庸先生的一些事情 介绍完啊 72年 封闭退出侠谈 因为72年啊 注意 关键词get 我我是在404的边缘 啊 疯狂试探 我讲个头 你们自己去摆住就知道了 你们想一想 72年的时候 72年的时候 大陆发生了什么事情 关键词提醒101啊 我只能说到这了 哎呀 我怎么越来越变成我 我比较讨厌的书师傅了呀 我只能说到这 我只能说到那了 啊 但我这是真的不能说啊 真的不能说 说了就就就那个啥了啊 72年是他封闭的时间 这是个关键关键词啊 他不敢写了 然后我们先跳开时间线 我我们来看一下 金庸先生的一些诗教 他的诗教大到什么程度 首先第一个人 在他的百度百科里面没有写 但是我知道的很清楚 那个人叫做李光耀 这个人可以说 没问题 李光耀是谁 大家都知道吧 李光耀是谁 大家肯定都知道 更新金庸先生是至交 第二个人呢 啊 是我们的二代目啊 我我个人比较喜欢 叫他成主啊 我就也只能点到为止 说到这了 再说也是404内容啊 李光耀 我们的二代目 还金庸先生 三个人 私交非常非常好 这一点我可以先点一下 你看一下金庸的晚期作品啊 其实啊 结合当时我们的一些事情啊 你现在可以懂很多事情了 我只能说到这了 哎呦 我又越来越像我最讨厌的那个人了 啊 就是这样啊 你们都不知道是吧 所以你莫名其妙 我跟你讲 现在的人搞颜色革命啊 搞洗脑 这个段位都是很低的 你们去看看金庸 那个才叫第一等段位 知道了 然后呃 金庸先生啊 我先讲了一下他的私交 他后来还跟谁关系比较深呢 跟我们的三代目 为什么呢 啊 我们挑开时间线来看一下 他后面在后面干了点啥 1985年香港特别形成 据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宣告成立 他是委员之一 而且他和查继明提出了政治协调方案 又称双查方案和主流方案 关键词啊 关键词 你们可能低估了这个人的政治影响力 啊 李敖是把他看得很透的 我跟你讲 李敖就是儿子不争气 李敖对很多事情看得比金庸透 金庸是属于自己没看透啊 呃 这个以后再说吧 我其实那时候去去台湾的话 我台湾我也见过不少人的 我非常想找洪焕聊一期 呃 我是真的拿出自己的半生积蓄的家当 到对岸去搞过统战的 正经搞过的 这我不能说太多 说了肯定炸 我跟洪焕说 要不我们做一期专辑吧 洪焕吓坏了 他说这个不能说 我还要我的直播间 然后我跟 我跟我跟杰肚史说 杰肚史也说 哎呀这个太哈人了 不能说的 我说啊 我知道了 以后看机会吧 啊 又又说差了 我们先说回去 我们又又说回去去说啊 对 你们现在历史过来都能说了啊 我们注意啊 金庸先生是一是2018年去世的 才六年 以我啊 以我忧郁症在床上躺了四年的感觉 我觉得差不多金庸就是前年去世的 我我个人是这种感觉 他他不去世 我有些话可能还不敢说啊 现在我可能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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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那个啥了啊 我们继续那个时间轴线 你去看他阅历 这个不是我说的 直接就是百度啊 你百度内容 他和查记明提出的方案啊 他这个坑我个人评价 我先定性啊 我个人认为他不是故意挖的 是受他个人的政治哲学 他长期受到西方的政治哲学的影响 潜移默化写成这样的 我个人不认为金庸先生是一个故意会在这个事情上挖坑的人 因为他本质上他是个爱国者 只不过在那个年代他找到的爱国的这个路线找错了 我这里也可以先给他下一下一句定义 金庸的所有的作品在我看来 在我现在看来 我当年是看不出来的 在我现在看来 金庸先生的所有作品 是披着中国传统文学和传统精神的外衣 他实质的所有内核和审美 通通是西方哲学的 这点我们在后面结合游戏进程 和那个谈到具体小说进程的时候 我会展开来讲 我先下个结论 我们来把它组线过完 然后1989年 关键词 89年发生了 89年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 用不着我说 我当时我已经很记事了 我是记得很清楚 当时学生干什么的 新闻报了什么的 这个有机会也讲 也是重要的事临时内容 现在是不能讲的 我先提一嘴 然后89年 他把这个工作给迟了 这就是为什么 李瑶一直要喷他的原因 知道吧 他老人家其实胆子是有点小的 每次风吹草动 他就迟了 知道吧 所以有人骂他 其实那个岳木群 是不是他以自己为原型写的 就是他老人家就是历史上 就但凡政治上有点风吹草动 他老人家第一个撂挑子跑路 第一个论 他这件事情 他干了不止一次 这个你不能 我大致是有点嘲笑他 但是没有特别看不起他的意思 多少也能够理解 对吧 他毕竟就是一辈子 见证的一个文人 就是这么一个 怎么说名声比较大 也没有实操过 但是是个 是个见证文人 知道吧 就是这样去理解就好了 然后91年的时候 91年的时候 他就成立了一家公司 自己退出管理层 他就基本上就是 号称退出江湖 连这个报也不管了 就光拿钱 但是呢 93年 注意关键时间节点 93年大陆发生什么 大家回忆一下 是不是春天来了呀 是不是深圳那边的 深圳那边的 对 这就是他们阶级软弱性 点评的非常好 这就是小布尔乔亚 阶级的软弱性 典型的 93年就是典型的深圳 拿到深圳小儿子 我曾经说过 东北是长子 然后那个上海是二儿子 当然二儿子现在吸毒堕落了 在沉迷于抽叶子不可自拔 现在是二儿子 然后广东 深圳是小儿子 小儿子93年 拿到了所有的政策 我们那个改过 虽然还没进WTO 但是第一波 第一波那个开始了 开始了 然后93年 他见了我们三代目 然后他又开始 辞他的这个主席 改名誉主席 他就连一点关系 一点责任都不想沾 然后宣布全面退休 他老人家退了不止一次来 自己去看 反正很逗的 你去看他人生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说 你去看任何一个专家的言论 你一定要 如果你想深入了解这个人 你要去看他历史上的 言行举止 就是我们古人说的那句话 叫做听其言 观其行 非常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有助于 包括你们在现在的工作中 去跟你领导打交道 我甚至可以直接了当地告诉你 往往你 听得到吗 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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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游戏连上吧 还是要弄个游戏 弄个游戏 我前面是讲到哪里被拿下的 我接着讲下去 我是讲到哪里被拿下的 我前面讲到信发了 我也忘了讲到哪里 深圳的春天 后面就不会又拿下了吧 93年他不是跑路 93年他是到这边来跟我们大佬见面 就这样讲一下 有电流麦 这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我这个游戏的画面谈不出来呢 我研究一下 先把游戏音乐关一下 有点吵 好好好 我大量用代号 用代号 用代号 我们讲到93年 对吧 然后再到后面 他基本上就 很大段时间 我可以跳过 我然后再举一个 就是老爷子第二次论的时候 是在什么时候呢 他是在05年 05年 这个事情我看了 我就觉得特别的热 你知道吧 我来翻一翻 05年 05年 金庸先生以年事已高 和想去剑桥大学 研修为由 等会 我把那个场景投一投 大家应该看得到 百度百科 百度百科 就是金庸先生 2005年 以年事已高 和想去剑桥大学 进修为由 提出辞去 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实务 学校曾再三肯留 肯留不久前 他再次请辞 学校经过认真研究 尊重他的意愿 同时恭请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名誉院长 受刑院士怎么样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 我指个路 也是404内容 我肯定是 没有办法明确讲的 2005年 渔村发生了啥事 大家可以自己 去了解一下 所以 所以他的一个基本的 他的一个基本的套路 就是小布 乔亚的软弱性 前面有 有观众总结的很好 他老人家是 但有风吹草动 就论得特别快的那种 所以为什么 李昂老师要骂他 就是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来教别人 当大侠 就像极了什么呢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有点像丁增 教大家996 努力上班 面对生活 就这种感觉 特别的讽刺 特别的讽刺 我把他照片给挡住 然后我们金庸的人生 我们先不讲了 先不讲了 再顺带提一嘴 他自己的人生的一个 一个 对 君子卷教你做君子 总结得非常好 就是这个意思 君子卷教你做君子 所以好多人在说 悦不情的原型 估计就是他自己 特别搞笑 然后 他自己的私人生活 其实很多人 已经帮他晚尊了 他有三任棋子 其中有一任发妻 有一任发妻 对他好到什么程度 在他明报最困难的时候 他发妻把所有的首饰卖了 然后支持他的事业 支持他的报纸 也支持他写小说 无条件支持 然后的结局 当然是渣男了 对吧 然后结局当然是渣男了 坊间有传闻说 他自己的大儿子的自杀 和这个事情有关 他儿子在美国留学时间 留学期间就自杀了 但是这个事情 未得证实 但是我在网上 现在网上去搜 已经很难收到了 但是我在当年 我在当年 我在当年 在零几年的时候 零几年头上的时候 我收到过这件事情 就是有人去编排他 儿子自杀的这个事情 包括这件事情 他自己在 倚天屠龙记的后传里面 写了一段话 一样的 我这个人看书是比较粗的 属于那种独观大略 我不会去背具体的字句的 但是我会大致理解他的意思 就是说 金庸他自己说 他说他在写张三丰 张三丰在 对于张翠三 在他面前自杀的时候 那段时间 张三丰的心痛 他说他写的太轻了 因为当时他还没有感受过 真实的丧子疾痛 他现在他是真的知道 他把张三丰 在那一段的描写的差了 这是他自己写在书里的内容 大家现在去看小说的后继 还可以看到这个 还可以看到这个话 那么今天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已经 已经简短的 等一下 我自己没开录制 到这里的话 我们已经简短的 已经简短的 把金庸先生的一个人生 过了一遍 然后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 要讲游戏会安全一点 讲过的游戏 再来讲他的书 我们再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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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更深入的了解一下 这个意识形态 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一些问题 录播的话 斯卡文刚才还在 现在在吗 斯卡文 斯卡文刚才是在的 现在在不在 我不知道 看一下 他应该是在的 斯卡文档案管理员 大家放心 这个内容 如果到时候不全的话 实在不行 我再讲一遍 再讲一遍 再录一遍 那最好是一遍能搞定 你们把这个事情看完了 你就会发现 我个人对这个事情的评价 金庸先生 他肯定不是那种 拿了钱办事的 这种 搞这个方面的 这个人 但是他属于那种 潜移默化的 被稀释的一些价值观 洗脑以后 然后又潜移默化的 去影响其他人的 这样的人 这是我的评价 你可以反驳 但是我基本上是 持这个观点 你也别去 给我杠金 让我举什么证据 我反正我综合 所有的事情的认证 我的结论是这样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游戏 我们现在开始讲游戏 这个游戏 出品的时间 对 他是真爱国的 这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他是真爱国的 这是他在 以他的方式在爱国 他是以他的方式在爱国 说得很好 他是真爱国的 他不像有些人是假爱国 然后单位还很低 所以当在他是真爱国的时候 他的言论的 某些问题是最吓人的 前面你们也提到了 我再可以再补一句 就是金先生的祖上 你们可以摆渡 可以摆渡到的 他家的家族成员 有好多是士林士成员 我就这么说一句 好多士林士成员 有坊间说 他的祖上 其实是最早的 满清的褒衣奴才出身 他曾经一个祖先 做到过汉林 汉林就是已经中央委员了 我就只能这么说了 再说又要炸了 然后呢 然后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他是典型的东陵党区域的人 知道吗 典型的东陵党区域的人 所以你把金庸这个事情读懂了 读懂了 你可以非常清楚的去面对 现在的我们这个舆论战的一些 一些东西 一些情况 我们现在开始讲游戏吧 讲游戏 这个游戏的背景也是非常值得谈的 这个游戏是河洛工作室在1996年 出的一个游戏 96年出的一个游戏 96年的时代背景 关键词 对岸 我只能说到这里了 大家去百度 然后我要提嘴的是 92年的时候 对岸的GDP GDP 占到我们全国的42% 这是对岸的人 对岸的人 对我们心理优势非常大的年代 非常大的年代 这个游戏可能比很多观众年龄都大 我自己去台湾去干纳社的 我用待遇了 你们都懂的 我到台湾去干干那个事的时候的人 遇到过很多台湾人 其中我在高雄 见到一个出租车司机 非常恨恨恨恨大陆 他的人生经历是怎么回事呢 他是93年的那一代的话 到深圳开场的人 然后被广东人给卷倒闭了 他就非常恨大陆人 恨大陆人就是什么 不讲武德 不讲商业规矩 把他卷倒闭了 只能回去 只能回去开出租车 见了我就骂什么 你们大陆人见 怎么样 怎么样 那个东西 然后什么 我包了多少个二奶 怎么样 非常嚣张的这样 我就直接把他拉到台湾警察局去了 其他东西我不能再说 说了又要封直播间 我们现在开始讲游戏 这个游戏 是96年的游戏 非常经典 玩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我自己当年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夸张到什么程度 当年可能现代人不知道 注意96年 接机厅已经在 在这个怎么说呢 塞里斯政府的打击下 已经接机厅已经示威了 没有接机厅这回事了 这极少的大商场里有 但是电脑房又出来了 虽然那时候只是什么486电脑 这个游戏我提嘴 它是DOS游戏 还不是Windows游戏 它是DOS游戏 我现在这个是 骨灰二号者 好像有官方背景 对当时DOS的一个重制版 当年那个电脑房4块钱一小时 你知道吗 你去想96年的4块钱一小时 大哥 你想想是什么价钱跟现在比 96年4块钱是什么购买力